按确定 那在系列之下就会有这个档案 PPD03 打开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完成这总共有七题 第一题的话 投影片母片套用流线的布景主题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套用这个投影片母片 那投影片的母片在哪边呢 特别注意 在那个检视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叫投影片母片 所以要找一下 检视投影片母片在这里 这个母片有点像握着里面的那个夜首夜尾 有点像夜首夜尾 就是同一种风格 那再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分层 底下有两个投影片母片 那原则上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边不一样的母片呢 套用效果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现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要要求什么 投影片母片套用流线的布景主题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要找到的是布景主题 就是进入投影片里面的布景 就会出现有一个所谓的布景主题 记得是母片里面的布景主题 不是设计里面的那个布景主题 那点下去之后的话要找到哪一个呢 找到那个流线的 所以是第三个 第三列的第一个流线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有流线的这种 这个母片出来 接下来的话呢 第二题在标题投影片 特别是标题 那哪一个是标题投影片呢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就是第一个 记得那这边会出现一个标题样式 那这里的话呢 它要求我们在哪边呢 在这个版面配置中插入一张图片 并设定它的一些相关格式 那这边当然我们就插入一张图片 所以呢这边的话呢 插入找到一个插入图片 图片里面的话 它放在C点底下 所以找到C点里面有这个图 应该是这个 Image 这一个 好 这个图案右键 大小及位置更改一下 大小的话呢 它要求 这边有个 都是8 所以你就输入8就可以了 应该它有锁定长团比 所以这个要取消掉 否则它会 两边会一起更动 那位置部分的话 它要再放在哪里呢 三公分跟多少 三根 三根九 所以这边的话三根九 替代显示文字的话呢 把它改成叫做 叫做聪明小字 聪明小字 小字 这样就可以了 聪明小 按关闭 那你滑鼠一过去 应该就会出现那个替代文字 再来的话呢 设定投影片 标题投影片 版面 要 这个动画 动画部分 那要在这边加一个强调的动画 强调动画怎么做呢 在动画里面 一样 制定动画 在新增里面 因为它叫强调 有没有 其实你们在看动画看 动画前面那两个字 是强调还是进入 那这边是强调 强调之后的话要找到它的效果是什么呢 这个闪光灯泡 在这里按确定 找得到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 它什么时候呢 与前动画同时 那速度的话呢 要慢 所以找到效果 然后呢 重复直到下一次 按滑鼠 那这边没有吗 这边注意哦 如果有其他设定都会在 效果选项里面找 这边有一个是预存 预存时间 会看到一个是要重复的 重复的地方呢 直到 按 直到下一次按滑鼠 点下去就可以 按确定 就完成了 记得在效果选项里面去找 在预存时间 重复的地方 就可以找得到这个功能 第四题的话呢 编辑 含 标题的图片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 特别重要 其实你往下找应该在 比较后面 123456789 大概这个 有没有 你游标题在上面就有含标题的 图片 这个点下去之后呢 要来编辑这个 第一个的话呢 头影片编号大小为什么呢 20 所以这边的话呢 编号在这里 那可是问题呢 这个地方会被盖住 会被盖住 那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你可以用 常用里面的这个 这个有个叫选取 选取窗格里面呢 把它稍微调一下 因为它会盖住嘛 对不对 那标题的部分应该在 标题 页尾的标题在 那这边有一个是 页尾的 版面配置 应该是 标题版面 这一个 编号的这一个 那要设定它的话呢 你如果点不到表示说 因为它被上面的盖住 那可以用这种方式选取之后呢 再去调整它的大小 大小为20 所以这边的话改成20 就完成这一题 第二题的话呢 母片的文字样式大小 母片的文字样式大小 文字样式在这里 所以你把文字样式 框框点一下 大小的话把它改成20 这边改成20 那它的字型的话呢 改成标凯体 然后初期 所以标凯体找一下 这是领标凯体 然后呢要初期 所以B的地方点一下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这一题 第四 第五的话呢 投影片二支式 套用含标题的图片 就是要套用现在我们设定的这一个 那怎么做呢 这个先关掉好了 关掉 接下来的话呢 就完成了母片的部分了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要 投影片母片要把它关闭起来了 到这里为止就不需要再设定 那二支式就是第二张到第四张的意思 所以我要按一下什么呢 Shift的键 二三四啊 反正这二三四选取啊 套用什么呢 含有标题的图片 那怎么套用啊 这边有个叫板面设定 有没有 这个板面设定就是我们刚刚制定出来的 总共有这一些嘛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刚刚做的动作呢 都是在做所谓的板面设定 那板面做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拿来用 那我们要这几个要用 要套用什么呢 套用含有标题的图片 所以这里的话常用里面 直接去点到哪里呢 含标题的图片 点下去就可以了 好这三个呢 就会套用我们刚刚的 这个有没有 这边是就是二十标凯里面也出题嘛 其实它就是套用 另外呢 这边我们需要加上什么呢 加上投影片编号 所以呢 投影片编号呢 我们在哪边去做设定呢 这边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在这个 投影片编号呢 它的位置应该是在插入里面 有一个叫做 投影片编号的 插入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叫 投影片编号在这里 所以有的时候功能 然后呢 投影片编号 这边要打勾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注意哦 底下投影片 标题投影片不显示 特别要打勾 这两个要打勾 为什么你可以看 第一张 这边它有提到就是说呢 它有提到 就是 第一张是 这边 这几张是要的 可是第一张是不要的 那特别注意这个部分呢 打勾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按全部套用 把这个标签呢 全部都套用在 其他的这个 那你会发现 这边就会有一个 标题 有没有 那第一张就不会有 标题投影片就不会有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将投影片二到四呢 的标题文字 调整一下 这二到四 这四个 然后呢做什么动作呢 它的标题 标题在这里 把它调整 不过二到四现在好 没有办法一次 所以要变做三次 那在常用里面呢 更改一下什么呢 它的标凯体 字形式标凯体 这边标凯体 然后这边再把它改成三十六 那这边要变成要做三次 才可以 这边标凯体 彩虹 那这边也是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个刷子 用那个复制那个 这个复制样式的方式来做 三十六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二字六标题文字 字形设定为标凯体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最后就把它存档 另存新档 把它存起来 再就可以来评分了 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呢 评分的部分 我们这边电脑会出问题 另外你可以另外再找一台电脑 那我的习惯 是会用这个所谓虚拟电脑 虚拟电脑就是在你电脑里面 再装一台虚拟的电脑 它实际上也是一部电脑 只是说也是一个Windows XP 这个都一样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解决 就是说原来的电脑可能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来做 那假如说我今天存档完毕好了 存在系列里面 PPA03 那我要评分的话 直接在PowerPoint里面的 这个评分练习题 找到第三题的 这个应该是第二 这是专业题的 按评分 它就会去跑你每一题 比如说第一题 对不对 第二题对不对 总共有七题 它比对完之后 就会给你一个成绩 假如说你有其中有一个错误 就会秀出来 那如果说你希望你在考试的时候 可以考到很高的分数的话 切记一定要有这个系统 去确定你到底有没有做对 因为很多时候 你以为是对的 不见得是正确 最后说出来就像 因为我们总共有六个题目 第七题是存档 它就会给你分数 比如说第一题是两分 四分、四分 那最后总分就是二十分 那会有一个成绩出来 那这个会蛮紧张的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一个地方做错 可能甚至有的同学 为了要找一个地方错误 他可能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就是要评到满分 这里的话说明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